2025版成都米其林指南 终于做成了我吃的血样子 共收入73家餐厅 只有13家是担心的 各种价格体系和维度的餐厅 百花齐放 果然是我们的大成都 言听厨师奖 试酒师奖服务奖之外 绿星也仍然生气 米其林晚宴也是我翘首以盼的 天哪 终于可以坐下来了 头造是难得做冷菜 还挺有意思的 我是只要能好好坐下来 吃啥都开心 那么今天的这一道 一气化三斤 像拔棒 烧焦酱 青木瓜 五粮叶 在这一道菜当中呢 请可以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有什么独到真正的独到的 这个就是用了我们这个 忧中精选 白粒椒椰的新年五粮叶 就是这道菜里的仪器 这道菜大家 我先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吃之前一定要先闻一下 就是五粮叶的清香味 浓香酱香味 酱香味 吃之前一定要闻一下 浓香心白走的这种酱香优雅 这是女厨陈寗雅的结果 真是太如其人了 漂亮 这果然是让大家酒精大发的一道菜 黄州暗香 WildEast的主厨林子涵 还说了几句话就溜走了 她是喜欢默默在后厨奋斗的心 比杜花划进嘴里的速度都快 任台风还得是皇帝 黄色的海洋 而且呢它的特点影响 而且呢鲜绿 这个我觉得那么人间的滑 这个食物 它其实它不是任何光滑 对它们多 但我看周围没几个人在听 都在闷头吃雨 全部都光盘了 这道怪味的味型 我们桌上的四川本地朋友都站着 心里怪味雪花牛 那在我身旁呢 是所目的古道菜的主厨 来自成都香格里拉 香功的特邀主厨 唐克里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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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来自成都香格里拉 香功 克里 谢谢大家 你好 唐主厨 那么请问啊 我们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道菜 一种什么样 逐特的修行词练 和创始在里面吗 今天我们这道菜主要它的灵感来源 比我们的鼠井 鼠井呢 是我们持穿了一个唯一的一个传承 它是把各种各样的色彩线条 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 把它做成一幅画 然后我今天做这道菜呢 选选各种色彩 各种颜色的色彩 然后用盘中几颗形式来提建 这个饭好玩儿了 四川的朋友觉得太清淡了 可是江浙的和东北的都折服了 它北京四月超炒点的啊 比所有准备的 所有的鱼都特别的 这样 还有现在的 相结合 然后选用各种 什么菌类 包括草椒 一起去蒙福它的口感 那我们先把这个菌类爆香了之后 加入我们的溜原煎 红烧酱油 还有溜原煎的青盐 原汁酱油 调制这个特别的鲁味酱 这个米好香啊 对啊 我觉得米好香 米好香 我很喜欢成都的这届米情发布会的晚宴 至少让我觉得国际榜单 在中国